四川航空推出了洛杉矶、京、济南和杭州到成都的航线 然后每周一共是六半 然后后续呢我们穿航可能会开通成都、杭州到纽约的航线 包括成都到波士顿的直飞航线 大家到四川旅游 四川有很多美食、美景 包括四川当地的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 然后欢迎大家去探索和 四川到美国的航线这两年实际上客流量是呈现上涨的趋势 这也代表了我们的四川人 包括我们的中国人的经济的水平 包括自己的富裕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然而呢这两年从四川包括全国到美国 比如说到洛杉矶的航线也在逐渐地增加 这就极大的分流了各个航公司的市场份额 然后在这条航线呢 目前国内的航线到美国主要还是以中国人为主 华人为主 约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份额 然后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份额 是以美国当地的人为主 可以吗 很可惜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不仅仅只要精湛的服务技巧 和陈鱼若燕 毕业羞花 英俊潇洒风流替堂的外表 更多的是旅行保证客舱安全的最高职责 为了保证飞机导航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 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中 请不要扛拥到按照探索 探索